世界萬行台 都在臺灣新甘街 歡迎收看今天這節目 我是祝母民阿桃 觀眾朋友 科技三亞這頓最大條的事 就是Tesla電動車 老闆馬思極要用1.3條來買推特 現在推特當事業接受馬思極的計劃 馬思極要推特之前已經在唱什麼 說要轉民改革推特的言論新作辦法 讓推特加做一個言論自由的公費 就是說馬思極現在很大粹道 真的要做 默米會遇到美國跟歐洲言論自由標準不一樣 自由市場大家利益衝突的問題 現在馬思極自己Tesla 在中國可能也有為著合作成立 配合中國政府的陷害 中國政府冠風在推特是匹配球 所以禁止人民紓用公廳 言論自由告代的馬思極敢買勇文 推特可以說是後面最大的言論自由賓台 馬思極買去之後未來發展怎樣 今天我們做會來討論 小葛現場來賓 邀請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 交友動心 五建中報告書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地費財產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邀請台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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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邀請台北科技大學好 好 台灣的觀眾朋友 如果比較沒地用推特 我們先來紹介一下 推特是專求新聞跟平論的重要來源 很多政府 政治人物 意見頭人 或是說美中很多的大名字 都有推特的口罩 照到這個來發表言論 我們的總統府外交部 都有推特的口罩 看到我們的外交部 譬如五條線 不惜在推特 民政跟中國政府口罩 也很出味 雖然它是專求的平台 不過最近它有用後工庫起草 開始在動停的總統有在瞭解 現在他跟特斯拉的馬屬局 集成一個1.3條的協議 要讓馬屬局來買推特 尊重這件事沒問題 他優完需要付兩百九十三億 這是很大條的錢 是怎麼花這麼多錢來買推特 馬屬局自己說 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推特對他來說是一個言論自由的 公會黨對人類未來 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在民眾來討論 不過說到言論自由 馬屬局 黎米就要面對說 以前去讓推特 台條家的口罩 其中就包括美共政總統 Trump 但是Trump對馬屬局的講返 他是不太差 他說尊重他的推特口罩 回合他也不想回家 他現在有一個truth social的平台 他要留在那裡 我們知道 馬屬局的Tesla在中國 也有在做生意 他敢去配合中國政府 做他的好子來深澤言論自由 我們看到Amazon的總裁說 比較會發生的結果 可能是要推特 讓Tesla在中國的起草受到影響 可能不是說會深澤言論自由 那真的是這樣 我們要以後來討論 台姓我們先來看 馬屬局要推特的報導 看不會順暗就該買下來 改造 全球最好業 美國電動車大清 特斯拉的一平中 馬屬局可能正常要這樣做 經濟設施 跟鑑官機構申報的文章 馬屬局已經持有 推特9.2%的高官 這樣也會騎乘這間 社群民體北台 最大的高峰 分析師認為說 馬屬局 有一個入國 希望能夠來提款 這麼多的收益 馬屬局是推特最重要的 輸用者 他有超過八成萬的 堆積者 在那上個月 他發文來問說 他的賣相 推特是不是要來 專心言論主義的緣結 結果有七成人 說不必這樣 之後他還要帶文來說 考慮要建立一個新的社群民體 結果一個禮拜後 馬屬局就正在做 推特最大的高峰 消息一個團出來 推特的高峰 他的收盤就大起二十七% 來到四十九點九七美金 這樣也創下二零一三年以來 像是最大的氣管 這樣也帶動美國四大基礎 全部都穿起來 公司新聞 第一人變異 好 我們現在來看馬屬局這個人 他是一九七一年 在南非出身 他的母親是加拿大的人 他的父母離縣後 他對他的母親十七歲時 他不可以去加拿大 在今年 父比書這個十七調查 他的財產是兩千六百多億的美金 他是父比書調查的歷史上最豐益的人 他自己說可能有花人的系統 我們知道Tesla沒辦法想要在臺灣 來接種 那個時候馬屬局跟他的名字 Elon Musk用漢文叫做麻吉隆來定義 另外我們看到他這個人是一個 高人十二歲的時候 就是一九百空年代 他就在電腦面上來開發這個七土軟體 還有賣到頒款 二空空二年他創辦SpaceX這個公司 是在做飛機 二空空四年加的是Tesla 單人他的設計書跟當事長 二空空半年還檢驗這項長 他自己說他每禮拜有八十點鐘 到一百點鐘在工作 這比我們一般上班的人是兩倍 我們大師兄來請教授到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人 他現在是Tesla的這項長 是在做電動車 這是一個古特的交通的工具 現在他又去買推特 這是一個組織交通的平台 這都跟我們人類的交通有關係 這樣下去 馬屬局會增加一個人類交通 跟科技的大頭領 怎麼影響到這個交通的產業 跟言論自由的市場 我覺得如果從電動車的商業來說 他已經比其他公司嚇得很嚴重 但是後面這些 後來的車槍最近也一直在研發 因為馬屬局現在電動車 他也可能嚇到一個進步 他們其他像B&W Benz這台車 有可能有辦法把車丟掉 其實馬屬局現在電動車 大家看到他是在做車 但是另外一個方便 很多人都在發覺 他不是只要做車而已 每一台車都代表一台電池 所以他要做的 可能是靈緣方便去做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覺得有缺電 你如果可以把車的電池 搶到百億 變成我們每一台車 會變成一個很小的電池 所以這對著我們靈緣來說 我們怎麼分配 比較有效率 是有很大的幫助 你說他這件去受這個推特 當然他推特是一個社群的爬帶 他對著一些言論的影響 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是你譬如說他透過推特 他就有辦法去影響 其他這個經格的這個 就是說我們祖孫交換的這個市場 我覺得要說得太早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方面來看 就是說他是不是想要做其他事情 所以要做其他事情 就是剛才主持人也有說 他去發展SPEX 下輝金的價位 我們看到他這件在烏克蘭的政經 我們也有看到他的這個星鏈的這個 尾七的這個價位 其實也有發揮很大的幫助 不管是尾七還是說電動車 還是說我們現在看到他要買這個推特 其實大家有一個共同的 就是說他們定義是一個 我們在說的 英文在說的 也說是ecosystem 就是說我們可以說有一個 大家在那裡可以作為討論的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大家在想什麼 大家想要用什麼 我們可以作為來討論 所以他提供這種空間 可以是不是可以說特貴 裡面去收集一些新的資料 用的這個資料 看到這些用的都在想什麼 想要做什麼 可以讓他的資料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說 他想要做什麼事情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像剛才主持人說 他的升級2646年的這個美金 他想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到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說 他自己反省 還沒想到說他想要做什麼 但是推特是他一直在用的下滾的平台 他在這個平台上面有一定的影響力 有一定的影響力 他就會去影響到他在做的事情 他在做的這個產品 所以這未來如何發展 我們可能要再需要進一步去觀察 我又提問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以前全世界最好的人是標價 因為算是一個做電腦軟體的人 現在全世界最好的 根據副教授來說 是發展主心 發展靈環這裡的人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說 我們這個世界的利路漸漸地改變 有影響到我們的未來 你說世界的這個 地殊啦 就是 你要說這個世界慢慢改變 當然這個世界是慢慢改變 最大的改變就是說 大家越來越依賴這個通信 我們以前大家不會用手機 我們現在大家出門都一定要用手機 我們和買東西都需要手機 是 所以我們需要手機 我們需要有下滾的平台 我們小孩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小孩在參 這個朋友做什麼 講話 或是有些說 大家有時候要說 小孩去做什麼事情 以前都要透過這個打電話 現在都在網路上面 大家就好 所以我們整個生活 已經因為手機的出現 因為這個通信 軟體的出現 讓我們越來越方便 所以這整個大家生活的形態 已經有做了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包括我們要出門 我們要做我們都會需要 很多軟體的公司 提供我們的服務 我們才有辦法出門 不然我們有時候也不知道 說要怎麼出門 出門的時間 有辦法遵守到 這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推廷 他如果開始做了 他反省到另外可以做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最重要的 這個電動車的市場 他出門他就可以在樓林 是 在樓林之後 他是不是有特貴這個社群 賣給大家 他的緣勝法 他有辦法也知道 他如果 譬如說我去買這個電動車的客戶 大家都有一個推特的這個 這個考著的位 是不是說大家在上面 在使用的時候 你在使用的時候 這個速度的金門 我就有辦法像Google這樣 去算出在這個地方 車的流量 還是說這裡有車沒有 這有很多的生活可以去做 還有另外一個說 他去收這個推特之後 他是不是可以知道 每一個社群裡面 大家現在都最老列在討論 是什麼 雖然說他已經是很老的頭人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在社群八台裡面 有很多頭人都在討論 所以我覺得他裡面有很多機會 可能需要進一步來觀察 是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來看 麻酬企要推特的過程 麻酬企這個人是一個老人 他在日空一半年的時候 他把美國政教授來控制 當時那時有一個英國的探險家 說他是在電空 麻酬企要自己 把他握著說 他說人是一個亂動騙的人 這跟言論自由也有關係 因為他說他這樣給我們 是他的言論自由 日空一半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四年前他去美國政教授來控告 因為那時候他在推特 面臨說要將Tesla輸優化 他的資金已經穿好 美國政教會覺得他這樣做 是在五多投資者 去各國 這個案件好改來結束 他的推特的法文 反正上了 日空一半時 這當麻酬企在他的推特面上 來做一個調查 他問說你認為說 推特這個公司敢有 氣收原論自由 我們看到有七聲的人說 沒有 這位的齊時 他買9.2%推特的股份 他就加了一個推特裡面 最大顆的股東 十四號 他全部價位說要買推特 推特的公司來部 是真的不一樣 他有一個價位 要跟周董 總是到二十一號的時候 他說他的資金已經都傳好 現在當事業也接受 代表1.3條 要賣給麻酬企 我們來請教五件 當時麻酬企要推特這個事情 在美國裡面 他們開到多多的討論 因為比較多共和黨的人 這四年來都覺得說 推特有在把他們默默 說默默深測他們的言論 另外比較多民主黨的人 感覺怕說麻酬企對這個言論 主要的看法 會讓那種收紛的言論 在推特面上 這樣來打開影響到代算 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 我告訴你 默默對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看麻酬企要推特這個動作 是 我們看到麻酬企是一個企業家 當然他是在美國開始給大家更多食材 但是這幾年裡面我們看到 其實不管是電動車也好 他的太空飛鏡也好 甚至於他現在要參加這個社群媒體的收稿 其實我們看到說他的處角是很多 所以我們也看到麻酬企 他的一圓一圈 是讓很多年輕人朋友感覺這個企業家 感覺這個好好的人說話很趣 會有很多年輕人會對到他後面在走 在模仿 我們看到說其實我們知道在美國裡面 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 當然是美國代算 要讓這個國家有稍微打開 有稍微有一些收紛的 這些言論的部分 但是我們也看到其實 第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傳統以來 在美國有兩種辯論 一種辯論就是清潔的辯論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說 到底對這些好好的人 到底是要求稅 或是要求更多稅 或是要減稅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說 第一個對到這裡 超級的好好的人 他來 要把他的竹範變得更大 所以你看到馬斯克 他來買這推特 好像買 賣麥當勞買本東 一樣 這麼方便 我們看到好好的人 這樣買的行程後 其實在美國的左派 左派裡面 有一種 就是說希望這麼好的人 你應該要加一勒一點稅 我們看到他在美國裡面 雙特斯他就特別說了 你如果這麼有靈略 可以買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 周派就是比較多民主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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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加落一些稅的部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說 有的人有感覺可以降稅 對這裡好的人 希望他們回家 投資的這個部分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也看到在言論市場裡面 其實在美國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金融馬斯克 他堅持的就是說 你不能作為何心者 你必須絕對言論自由的市場 是 它發現說 現在美國裡面有一種政敵 政客 就是說有一個比較左派 譬如說他對一些事情 譬如說政議好 去抓收穩的言論 收穩的言論 這個收穩的言論裡面 他覺得說 這個有些政敵 政客在裡面 有的時候 在推特 在Facebook 頂頭 有可能會被控制 會被控制 所以他覺得遮牌 就是MASK這個人 他覺得遮牌會影響到美國的進步 就是說去增加這種收穩的言論 那種更加拚 拚開的進行 所以我們看到說 左派裡面當然是希望 就是這麼好的人 應該是要多一些稅 但是對言論自由的部分裡面 其實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 都原社會 所以言論也是都有 但是要怎麼在這個 都原論裡面 在法律規範裡面 來做這些公法 我們也知道你所謂言論的自由 不是說你都趁在亂說就可以 你也是有一種法律 來做一些控制 包括你是不是有些人 這個有超過比例嗎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這個 推特這個社群媒體 他到底是一個社群的平台 好 還是說他是一個媒體 其實這是一個大家很大的 那種想法 這個想法裡面就是說 有人覺得我想要寫什麼 就能寫什麼 但是我們CG上面也有看到 其實像川普 之前在推特上面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把推特把他的靠著 把他扛掉 扛掉之後 其他那種Facebook Google也對著他扛掉 我們就想說奇怪 這照理來說對人個人的言論自由 應該是國家的法律 才可以來做這個規則 但是這些社群媒體 他就有辦法來做這個 控制這個部分 尤其是什麼叫做受訓言論 什麼危害到美國的進步 這是可以討論的東西 但是現在這個社群媒體 現在落入米或是 這個Mask買掉之後 是不是變成一個美國法律 沒辦法灌的這個部分 尤其我們也知道言論自由的部分 這個村子 這個範圍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大 這照理來說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應該是要有一個法律 要有一個法律的規範 但是我們現在也看到 因為Mask他在過去 他在中國在上海 有一個超級工廠 在那裡做他的Tesla 但是現在他在中國市場裡面 會影響到美國的言論自由 這是大家在看的 那種想法 所以言論自由 當然在全世界裡面 這是最大的價錢 但是這個價錢背後 有什麼規則還是什麼東西 在美國做牌跟油牌裡面 其實他們也是有些辯論的地方 是 馬屬區買推特 在言論自由方面 上面引起很多討論 我們先來看 因為這筆交易現金 價值百分之三大幣 符合股東的利益 馬斯克夏文中表示 原論自由民主政 在正常運作的基礎 會用一體力的改變 改善推特的功能 過年一月美國國會大樓發生波動 像美國總統川普的推特效果 讓人認定有限動不力行為的風險 請推特研究控訴 但是馬斯克要會讓言論自由 對面臨是不是要改善 控訴川普的效果 川普雖然標明不定會推特 但是馬斯克也不提起 未來會採取什麼樣的作法 美國北京雖然沒有對於 收高案作評論 但是有話說不得是說 包括民主黨人數是在煩惱 這樣會將價值控制數年的選情 專家分析 這筆交易需要三至六個月時間完成 馬上推特有五千多元港 這評論說現在沒有任何蔡萬計位 華盛頓郵報收到瑞報消息說 元港煩惱公司向北起了後 企業文化改變 共作壓力會增加 公司新聞 翁邊編 他也說他是天言論自由到極頭的人 再來都有言論自由跟收分言論的正義 不過我們看到美國最高法 他們的法官再來都是憲使說 美國大法官裡面 他們的看法 認為說攻擊言論自由 本身的這種言論 我們修圖其他的廣東無算是收分的言論 都要收到保護 尊重是跟人家無助 或是說有這個基石 這款的言論 他們也有一樣 要用憲法來保護 事實上瑞士區的立場跟美國大法官有比較接吻 這樣的狀況 敢會讓我們所說的收分言論 因為這樣在推特 民政來拖開 甚至是傷害別人 其實就請教 剛才主持人 一開始的時候介紹Mask這個人 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有人跟美國以前的總統 川普來做比較 有人就說川普是要做別人不會做的事 不敢做的事 Mask是做別人想都沒想過的事 像這次他本來在細微吹的時候 他是要賣推特的鉤譜 他要賣10% 拿出24個離婚的價值 然後就邀請他去當事 所以想看看他不愛 接下來大家才了解說 原來他是要整晚跑去 所以他賣推特這件事 他都要插到有想說 我們其實是要來觀察 我們看這裡有這張圖 我是覺得這張圖 差不多把Mask賣推特這件事 怎麼對圓倫市長的影響 可能有這麼大影響 這張圖 這裡一張圖 說很多故事 因為我們想看看第一點Mask賣推特 他跟錢沒關係 他一定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推特現在的鉤票價值五十塊 比完 Tesla Mask的公司 他的鉤票價值一千塊 兩個差不多差 二十塊 推特現在他的股票價值五十塊 他剛才主持人說 現在也不說一直在增加 所以他的功課 他的理論也不說在增加 所以我們就要想看看 他現在出的價格是差不多四百四十億 美金 是 他自己要出兩百億 還要用Tesla 自己的鉤票要借一百多億 這樣買去把推特賣起來 那不是這個問題 我們就想說 可能跟連倫的市場有關係 所以Mask 他在推特廣東的影響力很大 他廣東的分析有八千多萬 推特現在的數用價差不多兩億 八千多萬是怎麼會收利的 兩百億 有一個是他的分析 看到他大的東西 這只有一個人可以比 就是美國以前的總統 李康當 川普的分析也是八千多萬 所以大家會說 川普是用推特在治理美國 因為他不管是應該說話 不應該說話 他都會閉在推特館上 Mask他的風格跟川普有一樣 他會在推特館上 Ukraine他的網路報的部長 跟他說你不要每天想說 你要嚇你的回忌去回市 我們現在去Russia 去覆 Russia用回忌把我們的網路都回到 你要幫助我們 Mask也在推特館上的回憶說好 馬上我們就用微七月給有 是兩價位的照應 照應用 照應 這都在推特館上這樣借來借去 這是證明比較正面的 這例子 另外也有看到說 從推特裡面其實他也有說到很多人 覺得他常常為中國說話 可能跟他在中國的生意做很大 有關係 我再拿另外一個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說 雖然是言論自由 大家要說什麼 都是你的自由 但是有人說的東西 他就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可能會影響到別的事情 譬如說李康里一年Mask 他一直在推特館上說 這個受理的錢發電很好 他自己也賣很多比特幣 他就跟大家說未來可能大家可以用這個受理錢 來賣Tesla的車 他這樣說之後 那一年比特幣的價值 有兩萬美丸 跳到六萬美丸 跳三倍 另外其中受理的錢也跳差不多一百倍 就是他有介紹的受理的錢都起起來 所以他說什麼 雖然是他的自由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言論的內容 會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向民民 政策也好 經濟也好 剛才五九十五說到美國的政策 但這次Mask 可以買推特這件事 美國有做一個網路的調查 問問民眾 你有贊成Mask去買推特嗎 贊成的人裡面 經過分析差不多五十八以上 他是共和黨 共和黨 差不多到七八他是秉租黨 所以你會看到說 大家如果是不一樣的政策立場 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剛才說這是贊成的人裡面 對 代表分都是共和黨的 只是這些 所以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原倫的自由 但另外這邊也是原倫的影響力 在原倫的市場裡面 自由跟影響力都是我們看的條件 所以現在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法律都是要觀光 你加社群的平台 你說的話 這邊是你的自由要保護 但是另外這邊我們也要保護 別人的人權 別人的利益 這不是跟一個人的原倫自由的事而已 是 好 我們說到特朗普總統跟馬索求 這兩個人 其實都很小的推特 我們來看推特 正義的事件 日抗日印尼 就是去年的時候 印度發生抗議 推特 利用這個民眾在推特民眾來串聯 這些資料來抓這個網路民眾 會抗議的人 受到質疑說 他們敢是配合印度政府 在壓迫民主跟原倫自由 另外也是去年 去年年頭 美國總統選舉 發生到國會大樓的這個 勃動事件 那時候特朗普總統的勾著 就去推特跟台條 二空 二空有很多的賣相 很多的推特口座去向盜用 就是那種詐騙的口座去盜用 賣相很多的口座 這樣來變空 再來推特也有些插手政治的 這個事情 二空二空年 美國大選期間 我們現在現任的拜登總統 他的學生有些比較減少的事情 總是推特沒有我們尊美國主流媒體 紐約Post 會對拜登學生的報導 就是去年八月的時候 阿富汗在內建 推特有去禁止 塔利班的領袖跟阿富汗 阿富汗的這個 裡面的運動者的口座 不過塔利班本身的口座 所以沒有受到那麼多 再來就是今年 路西亞日清黑客人的這個機関 推特有做我們可以說 可能我們有支持的事情 就是他把路西亞的工座 把它葬起來 並且路西亞冠風的門櫃 他有做記號 這些事情都是推特 算是插手政治的事情 也是跟言論自由有關 我們來請教創教室 這個言論自由這個問題 雖然馬屬區現在很大市道 他說要完全的言論自由 不過剛才請教教室 有說到美國言論自由是挺到極端 很多美國憲法要保護言論 在歐洲 事實上都算是歐洲國家禁止 這個收穩原論推特是一個專業的平台 馬屬區在經營 也黏米度會遇到這種問題 怎麼處理 而且馬屬區買推特之後 今天推特的工座跟特斯拉工座 雙雙都漏了 就是說專業的人 可能沒看好這件事 我們怎麼理解 我覺得我不是言論自由的專家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經濟 我們相信一件事就是指定的基礎 所以指定的基礎就是說 如果我們經濟的指定的消費者 大家如果都同意說這個平台 不管是推特還是Facebook 他們這些平台 他們讓這些使用者 可以無限制 去講自己想要講的話 是不是剛才主持人說 就是說用極端的言論去攻擊他人 如果大家市場 大家是可以接受這種經營的模式 當然這種平台就有辦法行進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副生的價值下 大家是比較沒辦法穩存這種方式 例如說你那個人散動 你說一些不好的話 這樣對著我們經濟的社會 可能不是很好影響 我想大家慢慢拜託這種平台 所以平台參平台 時間他們會競爭 今天不是說我推特 我想要怕這種路線 像剛才說Alton Mask 他們自己想要說 我是很支持言論自由的 是沒有這個犯罪跟論自由 他如果想要這樣一直做下去 是不是大家消費者 就覺得我一直在使用這個平台 是不是對我自己本身來說是優利的 我是看得下去的 我如果看不下去 我就會去選擇其他的Facebook LinkedIn 其他 還有很多其他社群的平台 可以來使用嘛 所以我說在這個市場的競爭 市場有辦法大家可以自由選擇資格 我是比較不擔心 我是比較不擔心 他要走這種路線 當然你也可以在世界裡面 說一些比較難聽 你也可以找到剛才說到Russia 還是阿富汗 他們這裡一些比較極端的 可以說一些比較極端的混注 他們可能會去用 但是他們的平台很小 他們的平台做得很小 他可能推特要走這樣 他可能他整個輸用這些火頭的人 會越來越少 所以這也是他要做的 我相信這個L10MASK 他這麼聰明的人 應該是要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言論自由 這件事 當然我們看起來 他們沒辦法有介紹 但是如果大家因為言論自由 去選擇說我要加進 對一個平台 那就是有市場的基地 大家可以去注意 去選擇 像核酸林也可以說 可以有極力的言論 是不是這麼多的選民 想要選擇核酸林 當然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極端的 支持者去支持核酸林 但是我們台部份的支持者 我們也是想要選一個言論 可以比較中性 比較中立 對我們一個整個國家 整個世界比較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看到我們臺灣自己的 這個本身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要選這個總統 大家都會比較翁 中間來換 你如果要選這個地區的 如果比較極端的地區 當然你就會選一些 極端的原論 一些核酸林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是 就是說 開水道可能會得到賣 這個人可能是壞人 是 再來我們要請教 覺得馬斯克對推特工庫的政策 再來都有很多意見 他覺得推特這個公司太多工庫 的收集 這樣工庫的 壓助就要影響到推特對原倫薪渣的政策 他覺得這樣很不好 他現在拿資料來說 推特是超過九成的收益 都是靠工庫 總是馬斯克現在的 價位可能想要把推特 加做一個輸贏的公司 這樣輸贏的公司 屬於上就是他一個人 蓋巴默 受到很多工庫 壓助的影響 跟受到高一個人的影響 其實其實是沒有比較好感 所以他會這樣 是啊 金星大陸主持人有說 Mask他都在外面說 他是支持百分一百 原倫的自由 但問題是這個世界上就不存在 這百分一百原倫自由的事情 因為你說什麼事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有影響到旁邊的 看他的時候 我們法律都有規範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點 Mask他如果未來有那條推特對他的核處 第一點他會生很多工庫的錢 因為他如果是 一個跟他公司有關的族群 這他都不用付差不多工庫的費 他就有八千多萬的分析幫他去選團 第二點 推特館上很多人在討論 各種的事情都有人在說 這些族群的都是Mask 他可以看到 公司都可以看到 也是用作這個大手工的問生來輸用 他也可以去分析 也可以去看到高人在裡面 譬如說我可能跟主持人 如果是有推特的考察 我們在說什麼 理論上他也可以看到 這是對他的核處 但是對我們一般人有什麼排除 譬如說第一點我的關 我的關鍵 我會覺得我的資料會去討論嗎 在反正說什麼有安全嗎 是 因為現在說他要變成一間蘇林的公司 所以他這麼多 法徒的規劃都關不第一 所以他說他說他這樣做法 他要做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因為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存在 這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而且他變成蘇林的公司 然後想去感動他 想去感動他 他以前在推特館上很多發力 下的量 他其實是常常跟政府 美國政府也在搶聲 他是跟中國的立場 有時候他跟中國的立場比較接近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樣 就是他有一定是騙得一邊 但是他說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一定會受到他解決立場的影響 如果受到他解決立場的影響 你又沒有大家去看 去感動他 他是怎麼做的 我們對其他人來說 是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是 感覺是你手中的那一塊肚子 屬於上是馬屬器把推特關起來 你覺得他所要義的 真的是原論自由 或是像創教學所說的 他腳是一個生理的頭腦 在要使用推特 他可以出特的這些治療 是 是 我想說剛才創教學也有說到 他如果要推特第一件對他有好處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對他的生意有幫助 我知道百分之百的公司可能在做什麼 我如果是要做功格 我也可以在推特管上做功格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要去想說 他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先不要去討論政治 先在企業 這個市場的競爭 這樣來說 這可能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他的管理 他的影響力 百分公司沒有了 他又是世界上有一個人 現在還有推特 如果還有推特這世界上有影響力的 言論的平台 要加起來 百分公司可能要市場的公併 競爭放得越來越困難 是 我們再來請教 我告訴你 馬斯基說 他其實言論自由到極端 如果說到言論自由 我們看中國就好了 中國自己官方有推特的考助 每天在民眾法院 或是說不 可能是不買美國 幫助人 青春這些事情 總是中國人民是無法用推特的 如果是做一個 站在一個 體驗論自由的立場 青春 馬斯基 他應該要去影響這種狀況 或就是說 就是說 中國政府是他的用後 要做這種事情 是 我想這 大家當然 對於馬斯基去買推特的部分 是有一些懷疑的部分 那這個懷疑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過期按理 來看未來可能怎麼做的部分 我們去過期 有一次Yahoo 他的那種就是中國政府要求 他要交出他的中國用後 裡面的email裡面 到底寫什麼東西 Yahoo接受這個要求 未來當然我們看到推特的擁護裡面有兩種 第一種當然是外國人 另外一種當然是在中國境內的這些人數 我們看到這幾年裡面 尤其是川普跟拜登在選總統的時候 其實推特擁護的行動是在這個時候 通常背很高的 為什麼很多中國人 這個背穿出來看外國的社會變成什麼樣 尤其是那個時候 到底是拜登的贏 或是川普贏的時候 他們都是透過推特出來看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未來如果在中國境內的這些人數 如果在推特上面寫什麼東西的時候 如果是中國政府要求Mask 你要把他們在原論背後 這個關係交出來的時候 那麥克風到底要高還是不高 這是第一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也知道其實在過去 不管Facebook也好 或是推特也好 其實在很多的部分裡面 有那種認知作戰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看到說 過去在那種二控二年的時候 拜登跟川普在推特上面 那邊打來打去的時候 這個未來到底會變成影響美國選舉的一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這次Mask來買這個推特的時候 會受到這麼大的一種循環 其實我們看到說 其實過去他是一個企業家 他經常在買這些東西 但是他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看到當然是公共收集的部分 所以公共收集 他在推特上面寫一個bitcoin 那天bitcoin就整個蓋子 那股股股股股股也是一樣 就是他車子來就蓋子 尤其是我們看到今年 年齊的時候 拜登在國會裡面 說他的國情報告 他國情報告裡面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英特爾這個公共 要在美國繼續投資 另外一個就是通用汽車 要發電動車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Mask 美國的國產車 美國國產車 那Mask就去拜登的那種推特 會比較流言 說什麼 說他過去在美國的 集合市場上 他請的人 投資 都比通用汽車更多 希望政府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說其實他也很高 選團他自己的部分 現在有推特之後 他是不是有辦法 更多一種選團的部分 我們看到Tesla是在美國上市 其實到現在中國一直希望Tesla可以在中國可以中市的部分 所以他也很聰明 他跟他的公司分成美國Tesla跟中國Tesla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搜尋的時候 你如果譬如說未來受到制裁 或受到這種要求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這是美國公司 這是中國公司 這是台灣的公司 他就可以去派遣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 行李人就是有這麼聰明的頭腦 所以他比較接著這麼多財富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說其實他在言論自由的市場上 未來會怎麼樣 其實很想說 或是創作說 其實未來還要再看 但是在過去的案例裡面 其實中國政府都會要求 這些其他的公司 你必須要符合中國的政策 也好 法律也好 所以你看各國就是沒辦法接受美國中國政府這種要求 所以他沒辦法繼續在中國 提供給中國民族這些服務 所以他提出中國市場 所以我們看到說未來Mask 他已經買到推特之後 中國政府的要求他做什麼 所以我們看到推特Mask跟中國關係裡面 這到底是什麼關係 當然是未來的一個部分 什麼叫未來的部分 這因為中國市場裡面 有兩種 一種在這裡就用人工去抬這些資料 這當然是比較慢 但是另外一種 他透過AI的技術 就直接把全部裡面 這些關鍵字 這些keyword就直接抬掉 這是讓大家覺得比較危險 尤其推特在過去裡面 不管是拜登 他們在學生的新聞 到底是可以在頂頭說 還是不可以說 這到底是一個媒體 或是一個社交的那種工具 這到現在其實大家都沒差 有什麼抓著這個基礎 到底在什麼地方 尤其是我們知道Mask其實很聰明 他可以把很多東西 很多行業抓來抓去 但是抓來抓去的時候 我們過去沒想到 未來到底在這個企業家裡面 他會想出更多的市場 或是未來可以看到錢的部分 這會讓他的影響力更大 尤其是我們看到特斯拉在中國市場裡面 對 因為之前說他的董事有問題 會出問題 所以中國人對於特斯拉參行 拋售的那種問題 很多人買了之後覺得會有危險 想要買到 所以他的這個計劃 把它放下來 尤其放下來之後要怎樣 尤其中國政府 他還想扶持自己的電池 公司 領到自帶 這我們先來看 Mask的公司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Mask跟中國的關係 實在是真不切 因為特斯拉的工廠 最大間的就是在中國 是上海 特斯拉出產的汽車 有1萬是在上海來做的 而且他有一個勉稅跟貸款比較低 他跟中國政府之間 可能有相互扣的關係 另外在日空 日印尼 就是去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法案 他們禁止進口這個新疆的產品 就是因為在那裡有壓力的事情 發生他們沒有願 在這個產品裡面的經濟 裡面有這個壓力的產品 不過在去年特斯拉 在歐羅莫座開一個中心 帝蘇美國的國會議員 Rubio說這個特斯拉是一個 無國籍的企業 放棄中國共產黨來做這個壓力 跟路易的這個步行 而且推特在中國 我們曾經說過 中國政府 冠風有推特的口罩 所以不准人民來用 我們來清告 創造想像這種 馬斯克本身跟中國的關係 這種狀況 他做一個 如果是在散業的角度來看 剛才我們有說到 說馬斯克跟特斯拉 本做美國的特斯拉跟中國的特斯拉 要買最多的人就比最大的高等 這樣他公司的政策受到影響 那不是這樣的苦惱嗎 我覺得應該不是 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是說 其中一個可能 就是說如果公開來這個 政策的唯一受到美國政府的心情會比較嚴格 因為你是一個公開政策的公司嘛 所以你政策的這個時間 政府為了幫助這些投資人 可以瞭解你這間公司真正的狀況 所以你這間公司做的重大 這間公司在今年制度做出來的 財務的報表是不是對的 這都要讓一個美國政府 最關的機關的做這個心情 所以我覺得他只需要有法醫 醫藥 醫藥他就要下期了 這樣可能他可以拼命一些麻煩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Tesla參加這個中國 他這樣關火 大家當然煩惱說是不是 他要推特之後會幫中國來做一些選團 因為就像剛才主持人說 因為他在中國那裡有很多理論的貸款 中國政府給他很多的減稅 免稅 他有給他 但是我覺得這是 當然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說要把推特說 他可以幫助中國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自己的觀點來說 我覺得不用這麼煩惱 不用這麼煩惱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說中國最好的時間已經過了 你有法度透過媒體來說 這個人不錯 這個國家不錯 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國家 還是這個人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有人說他不錯 也有人說他不好 如果跟一些媒體來加強選團的話 可能他就對壞了變好 但是他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有問題的國家 你跟他用媒體來選團說這個國家是一個真好的 大家不會覺得這個國家有問題 大家在電腦回來覺得這個媒體是有問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說不用那麼煩惱 因為可以看到中國在這段時間 在全球這個中央銀行 大家都在提升利率的東西 中國的中央銀行 就是他們的人民銀行 他要來降利率 當大家都在提利率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降利率 大家提利率是因為說 今天物價都高起來 所以你降利率是當然 你也是有物價的高起來的這個科目 但是為什麼你要降下來 是不是你中國出什麼問題 我這次估一個例 就是說中國是不是好還是好 這個專業的人民不是傻的 在這件這個 有客人的這個戰爭以後 其實大家也看到說 本來困上古的帝國也穿起來 所以如果說在這些主要的國家 大家都慢慢穿起來 我們其實不用說太煩惱 中國會怎麼透過這件Mask 去買這個推特 可以對我們的言論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這不用那麼多煩惱 但是我們真的要關心就是說Mask 他去買這個推特之後 他到底想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真的需要進一步來關心 你說中國的市場 他很大的 其實在Mask以外 我專業有很多企業 都放在中國 但是他現在也是在刷出來 你說你說Mask 雖然說你的貸款很低 你的利率很低 你讓我很少的這個稅率 是不是如果我越南 如果以後像印度其他國家 如果我這麼多這個 國客家 對 加價的這個利率 還是說不用稅 是不是我會刷 這沒人知道 所以這裡中國做得到的 其他國家也都有可能做得到 所以我是覺得說未來當然 他們去買這個推特之後 會做什麼事情 有什麼新的這個 商業的模式可以造出來 這是我們可能比較關心的 但是我覺得在中國這個部分 因為大家慢慢唱起來 觀眾朋友應該不用太煩惱 我們來請教 感到是 根據超高級的公環 推特這些平台裡面 用這麼多 是不是電動說 現在中國去看破卡手的狀況 電動這個平台 可以讓很多對中國有意見的人 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尤其是在美國或是在歐洲 我們可以這樣看嗎 我是覺得現在大家 反而說Mask去買推特這件事 可能對中國有幫助 有兩點 第一點是說 現在大家都說網路的時代 大家都在網路管頂 在過性化 說話 所以中國有一個網路安全法 它是要求所有的科技的公司 所有的資料 它都可以隨時叫公司交出來 所以現在大家 第一反而是 如果Mask買推特 推特的管頂所有資料 都是在他的公司裡面 是不是他跟中國的關係 如果是不錯 中國要求他交出來 這是我們第一點煩惱的事情 第二點 其實主持人一開始時有說過 Amazon的老闆 這個Bezos 他就說了 你跟中國做生意 一定要跟他的關風 關火不錯 所以你現在跟他的關風 關火不錯 推特以前是中國政府 我們中的一支錢 現在你賣聽會不會這支錢 變成報紙 所以大家喜歡